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曾經直播 踩入黃店 反對他們 將政治立場 帶入食店 為什麼最近我這麼少 踩場去黃店呢 因為黃店已經整理得七七八八 前幾天 有一間黃店掛碎的 江榮飲食 旗下在觀塘樂座七大廈 有一間餐廳江榮米線 就因為違反這個地契 而停業 在社交平台混淆視聽 在狡辯 說別人針對他 造謠紳士 他們說的話就令人詐欺 引起全港極大的迴響 今天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論點 在影片未開始之前 麻煩按一下我頭殼上面的小鐘 訂閱我的頻道 你就不會錯過我每一條短片 記得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給更多人知道 事不宜遲 我們立刻開始 江榮飲食都知道的旗下 位於觀塘樂陀七大廈的江榮米線 是無牌食肆經營的 依然惡人先告狀 在Facebook上發文 指責地政署要求米線店停業 因為經營違反地契 其實我們翻查資料都看到 落陀七大廈的地契 只是可以用在工業和貨倉的用途 而食環署的網易顯示 江榮米線的分田 都沒有任何食物業處的所有牌子 無牌經營的事實 其實是擺在眼前的 但這個江榮飲食的鐵文 不但他都沒有說自己違規的事實 還在混淆視聽 抹黑政府的執法行動 暗示政府只是選擇性執法 營造地政署針對他的分店 而不是針對其他落陀七大廈裡面 其他開業了很久的餐廳 之後江榮這麼承認 向地政署督灰 投訴同一個大廈裡面 有其他涉及的違法經營 與其他食市一起遭殃 觀設他黃人攬炒的行為 心腸極之大毒 所以大家都要認清楚 誰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 根據食環署的規定 是否要批出食物業處所牌照 主要考慮的因素是衛生 樓宇安全的規定 以及消防安全 所以工業大廈內 無牌食市 是不能夠通過以上安全的規定 這些無牌食市 不單止食物安全方面 是有這些疑問 甚至工廈一旦發生火警 將會帶來嚴重人命安全 以及財產的損失 所以政府今次的執法行動 正正是為了保障市民 以及大眾的生命安全 在另一方面 任由這些無牌食市經營 亦都對其他 依法申請到牌照的食市 相會造成不公平 長遠對香港的營商環境都不利 工廈開始這個無牌食市 租金便便宜 而且又不用負擔申請牌照衍生出來的費用 對領有牌照的食市是非常不公平的 借問聲大甲惡的無牌食市 你們高呼說政府的打壓不公平 這些又對一向巡規道舉 依法申請牌照的恩實商人是公平嗎 另外有些部分有別有用心的人 就在事件當中多次企圖轉移視線 他不單止對無牌食市的禍害隻字不提 更直指矛頭是直指政府的 批評政府的活化工廈的政策不足 同時鼓吹無牌食市繼續去經營 揚言只要無牌食市數量夠多 政府便無法執法 這些伎倆和反對派過去一直提倡的 違法大義、法不自眾 這些歪理是同出一次的 背後的目的不言如遇 就是要削弱市民守法的意識 繼續在這裡搞亂香港 發展局局長寧康浩明確指出 違規就是違規 不可以只有一個單位違規 香港有其他類型的單位就未收到信 所以地政處確是有做得不對的地方 我們都不可以這樣去思考 我絕對認同局長所說 只要有人違法政府便要執法 希望市民不要過度反映 更加避免代入反對派 挑撥反政府情緒的圈套 助掌他們集體不守法的歪風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